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於中國的打壓 長期將台灣排除在WHO之外 不但使台灣成為全球防疫體系唯一的缺口和黑洞 更讓2300萬的台灣人民不時的暴露在各種新興傳染疾病的死亡威脅之下 這不但不公平 更是不人道不正義 我們一直盼望衛生歸衛生 政治歸政治 我們不要把政治帶入衛生的議題 2300萬台灣人民絕對不是國際的孤兒 不應該放棄 台灣2300萬台灣人民他們的健康 現場主持的吳董事長Mr.Grammer 今日的登記者是最高的 在等待冠時期,設為長度的墓 是以後的賣介 達議員會做到好好的